第三是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呢 看题目怎么讲 比如说只要有利润 职工就可以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获得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是说 利润超过多少 超过部分按一定比例职工享有 那都可能是形成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但是只要是短期的 那这部分呢 支付时应该都是12个月之内要支付 如果是长期的这种分享的 那是属于其他长期职工信仇的事情 叫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三 秉公司有一项利润分享计划 要求秉公司将其至15年12月31日 指会计年度的税前利润的指定比例 支付给在15年7月1号到16年6月30日 为秉公司提供服务的职工 就是在这一年提供服务的 他会享有利润分享计划 该奖金于16年6月30日支付 如果秉公司在15年7月1号至16年6月30日期间 没有职工离职 则当年的利润分享支付总额为税前利润的3% 秉公司估计 职工离职 将使其支付额降低至税前利润的2.5% 因为有人要离职了 那离职数就少了 所以会到2.5% 其中 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享有1% 那这一部分呢 当然应该影响的 要寄到生产成本里面去 总部管理人员是1.5% 那他呢 应该要寄到管理费用 不考虑个人所得税影响 我们看分析 说尽管支付额是 按照节制 15年底 财务年度的税前利润3%计量 但是业绩要基于职工 15年7月1号到16年6月30号期间提供服务 因为是这一年 那15年我们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在15年 只是一半 50%吗 这50% 要考虑的 有一些人员会离职 没有离的话 那是3% 我们估计 最后可能也就是利润的2.5% 要进行估计 那2.5%呢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谈到的 1000万元人民币 的2.5% 预期要给职工付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有 50%半年的 要付这么多 大致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15年 要确认的数字 是12万5千 15年底 要进行确认计量 全资发生证 那剩下16年确认 所以 15年12月31日 我们代应付职工薪酬 那这个数呢 是12万5千 那我们再有 1000万乘以 百分之 五十五百万 五百万的 针对于 生产工人的 百分之一 五万 管理人员的 百分之1.5 七万五 它是这样来的 再接着16年 6月30号 丙公司的职工离职 使其支付的利润 分享金额为15年 税前利润的 百分之2.8 到16年6月30号 这数一定死了 说最后按照 百分之2.8支付 那你把整个一年 按百分之2.8支付 的数定了 扣除15年 已经确认计量的数字 差额就应该是 属于16年6月30号 要进行计量的数字 那这2.8 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 享有百分之1.1 总部管理人员 享有百分之1.7 那对不住 形成这样一个结构 那在16年 确认余下的利润 分享金额 而连同呢 针对估计金额 与实际支付金额 之间的差额 就要做调整 我们看总数 一千万最后乘以 百分之2.8的数字 就是在15年 7月1号到16年 6月30号 我们在15年的下半年 已经寄进去 十二万五千扣除 剩下的十五万五千 应该是16年的事情 那其中技术生产成本的 因为最后 生产工人的是 百分之1.1的数字 所以一千万乘以 百分之1.1 我们要减去 在15年 已经寄到 生产成本的五万 所以这六万块钱 会在16年 6月30号 对它进行计量 进入管理费用的数字 就是一千万乘以 百分之1.7 应该是15年 7月1号到16年底的 总的数字 那其中15年 当时往管理费用 记录七万五扣除 就应该是 16年 6月30号 记得九万五千 这样呢 借生产成本 六万 管理费用九万五 代应付职工薪酬 是15万五千 我们再看 20年考试的 一个单选题 20卯8年9月16日 甲公司发布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根据该计划 甲公司将按照 20卯8年度利润总额 5%作为奖金 发放给 矛8年7月1号 到矛9年6月30号 在甲公司工作的员工 如果有员工 在矛9年6月30日前离职 离职的员工将 不能获得现金 不能获得这部分奖金 利润分享计划支付总额 也将按照 离职员工的人数相应降低 该奖金将于矛9年8月30日支付 那么矛8年度 在未考虑利润分享计划的情况下 甲公司实现利润总额是两个亿 那么8年末 甲公司预计 职工离职将使利润分享计划支付总额 降低至利润总额的4.5% 就说你原来的估计 人都没有走 没有离职的情况之下 那你说 按照5%支付 但有人走了就 用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现在4.5% 我们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某8年12月31日 因上述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应当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是多少 我们4.5% 算出来的数是整个一年的 那是某8年7月1号到某9年6月30号 让计算到某8年底 那只能是反映它的一半 按这个来进行反映 所以这数字 两个亿乘以4.5%是一年的 一定是按照最后4.5%算 不是5% 二分之一吗 那到某8年底 所以等于450 A是正确的 第四个问题是非货币性福利 比如说把自己生产的产品作为非货币福利 给职工发放了 或者是外购的商品作为非货币福利给职工发放了 或者说给职工 比如说总经理配车 让他使用 那或者说给高管租赁住房 让高管使用 那当然这些都是属于非货币福利 那非货币福利 还比如 现在为了稳定一些职工 或者说引进一些人才 可能从来给买房子价格高 以较低的价格卖给职工了 但是跟他签合同 要求他提供一定的服务期限 而这些呢 都是属于非货币福利 那企业向职工提供非货币福利的 应当按照供允价值计量 比如你把自己生产的一些产品 发放给职工了 我们按供允价值确认收入 然后接转以后商品成本 但是说供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没有办法取得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考虑成本 进行计量 不过考试出题时 说非货币福利 是不是按照供允价值计量 没错 就按照供允价值计量 那分别情况来说 第一个 以资产产品或外购商品 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首先一 以资产产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决定发放非货币福利时 按照供允价值计 所以计入有关成本费用的 应该是按照产品售价增值费 肖像税额合计去计 比如说与生产工人有关的这一部分 那借生产成本 还是按照受益对象来 短期薪酬 按照受益对象来进行分配的 那你管理人员的寄到管理费 当然也可能寄在地工程研发指出的 我们代方代应付职工薪酬 数字的一定是供允价值 加上增值会肖像水果 那第二个 将自产产品实际发放时 给职工发放了 要确认收入 并截专已受商品成本 因此会有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 代方再有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像水果 那截转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商品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17年的多选题 这个题目是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17年 与职工薪酬有关会计处理表处中正确的有 17年 甲公司发生与职工薪酬有关的交易 或事项如下 一 以甲公司生产的产品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 该产品的生产成本为1500万元 市场价格1800 那我们看一看 他怎么说的 C 以产品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 按产品的生产成本 计入相关成本费用 这行吗 不行 认供允价值 所以计入到成本费用里面的 是他的售价增税 销向税和合计 再看第二个 为职工交纳200万元的无险一金 这是属于职工薪酬 交纳无险一金 D呢 为职工交纳无险一金 按照职工所在岗位 分别确认为相关成本费用 按说一对相记 这没问题 再看第三 根据职工入职期限 分别可以享受5至15天的年休假 当年未用完的 代薪休假权利予以取消 假公司职工 平均日工资是每人120块钱 这是个非累积代薪缺勤 没用完的权利予以取消 那我们看一下 A 对于职工未享受的休假权利 无需进行会议会议处理 也就是说非累积代薪缺勤 你别管他享受权利 只要说 在规定的时间 你都是正常的确认和计量 不是说他没有享受权利 你单给的钱 再加一份 没有 就是按照正常工资给人家 所以也就是说他不用无需再进行一些什么会计处理 10天年休假 休3天 不休 休10天 我们会计处理全都是一样 那你超过部分 那单说 已经把这个都享受完了 超过部分不给钱了 我们再看第四 对管理人员实施17年度的利润分享计划 按当年度利润实现情况 相关管理人员可分享利润500万 那B 管理人员因分享的利润 确认为当期费用 既如当期损益 就既管理费用 这个没问题 所以就ABD正确 再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3% 21年12月 甲公司董事会决定 将本公司生产的100件产品 作为福利发放给公司销售人员 该批产品的单位成本是0.6万元 市场销售价格每件是1万 不含增值税额 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甲公司在21年应该向业务进入 销售费用的金额 销售人员的职工薪酬呢 我们把它记住到销售费用 这个记多少 一定是产品的售价增值税的销售税额合计 我们现在是100件产品 市场价格每件是1万 那售价这一部分是100万 增值税还有13万 所以113 100乘以1再乘以1加13% 等113万 第二呢 是以外购商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那第一个购入时 如果说我们外购的商品 现在呢 没有明确 完全都是给职工发放的 比如我们有一部分 大部分可能是对外出售 还有一部分给职工发放 那购入时呢 增值税就可以作为 竞向税额抵抗 如果作为竞向税额抵抗了 等以后发放时 必须要做竞向税额转出的 这样呢 购入时 借方库存商品等 代应交税分交增值 为竞向税额代应行存款 那第二 决定发放非货名福利时 我们还是按照受益对象 记录有关的成本费用 写计生产成本管理费用等 代方应付职工薪酬 是这样 那第三呢 那将外购商品实际发放时 在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方的库存商品 然后把原来的 进行税额要转出 发放这一部分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转出 那这个呢 没有加工行为 不可以确认收入 不像说 把自己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名福利 发放给职工 那是要确认收入的 这个不行 那还有呢 假如我们购进的商品 明确的就是给职工作为 非货名福利发放 你就不要做进行税额抵抗了 我们直接购入时 那就借库存商品 代银行封款 你实际发放时 再借这个应付职工信酬 代库存商品就行了 我们看教材的例子 甲公司为一家 生产笔记本电脑的企业 共有职工200名 15年2月 公司为期生产的成本 为1万元的高级笔记本电脑 和外购的每部不含税价格 1000元的手机 作为春节福利 发放给公司美名职工 如果自己生产的这一部分 笔记本电脑 那应该是要确认收入 结赚以后上面成本的 如果你外购的这个手机 那就不一样了 不能说 我为了增加点收入 买的手机给职工发放 我这边也确认收入 那不行 根本就不符合 这种收入确认的条件 而该型号比 日本电脑的售价 每台是1万4 那甲公司试用的 增值税税率13% 已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甲公司银行存款支付了 购买手机的价款 和增值税进项税额 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试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 假定呢 200名职工中170名 为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 30名为总部管理人员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非互名福利 一块是以自己生产的产品 给职工进行发放了 那我们当然要按照公允价值 来进行计量 笔记本电脑的售价总额 那售价总额呢 是每一台是1万4 然后他说呢 生产工人的170乘以170 管理人员的30人 那乘以30 算出是280万 当然我们这里面直接可以用 200名职工 那每日一台嘛 乘以1万4 就得要280万 比这个电脑的肖像水格 那其实我们也就说 你可以直接 用这个280万乘以 13%计算就完了 他说呢 是170乘以1万4 这个数字 乘以13% 然后30乘以1万4 乘以13% 无所谓 这没问题 这是说针对于肖像水格 甲公司决定发放非货病福利史 那就说 与生产工人有关的这一部分 那1万4啊 乘以170 这就是说 1万4千 170人 然后呢 再乘以 1.13嘛 我们反映到生产成本 那接下来呢 就是1万4 管理人员30人 再乘以1.13 我们按照 售价增值费合计 是这个数 那这样代方代应付职工薪成 非货病福利 那这个实际上也就说 是1万4千 乘以200名员工 再乘以1.13 这个数 实际发放比纪宝电脑时 我们整个的收入280万 增值税呢是 36万4千 就是全部的 280万乘以13% 那这样借应付职工薪酬 316万4千 我们在截转移住商品成本 每一排比纪宝电脑的成本1万 200名职工200万 那借记主用业务成本 代方代际混产商品 这是自己生产的产品 作为非货命福利发放 那我们看手机 手机是外购的商品 这个给职工发放时 不能确认收入 手机的售价总额 每一台是1万 那一共呢是200台20万 每台1000呢 以后200台20万 那进行税呢 20万乘以 3% 2万6 这个计算过程 拆开计算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行了 那甲公司决定发放 非货并福利时 应进行账务处理 所以借方生产成本 那生产成本里面 也就是说 生产工人的 是一共170人 每人呢 现在是 1000 买的时候是1000 如果说增值税 作为 进向税额抵扣 你够进的时候 那还有一个 1.13 那管理人员 这30 再乘以 1000 再乘以1.13 应付职工薪酬呢 那就应该是200人 乘以1000 每台是1000 再乘以 1.13 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 这是借方 带应付职工薪酬 我们购买手机时 所以借记库存商品 应交税分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那20万乘以13%算的 带银行存款 22万6千 发放 我们借记 应付职工薪酬 22万6千 库存商品 原来作为 进向税额抵扣的 现在不让 要做进向税额 转出处理 2万6 这么一个处理的过程 再看第二 将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或租赁住房等资产 供职工无偿使用 说看这种情况 那也是一个非公民福利 第一个呢 将企业拥有的房屋等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就给职工用 说根据收益对象 那借记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累计折旧 只要属于职工薪酬 我们要求都要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 坑部核算 你不能说我房子在这放着 那直接借管理费用 带累计折旧就完了 现在给职工用了 就要通过应付职工 形成科目来核算 那第二 将租赁住房等资产 供职工无偿使用 那如果说我们租了的房子 你要是供什么管理部门用 我借管理费用付租金的 带应付职工薪酬 那假如说是 经营足利那种方式 类似于短期租赁那种方式 但是现在 给职工用了 那你要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核算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其他应付款 看一下教材的例物 15年 丁公司为总部各部门经理级别以上的职工 提供自建单位宿舍免费使用 同时为副总经理以上高级管理人员 每人租赁一套一年期住房 丁公司总部 共有部门经理以上的职工60人 60名 每人提供一间单位宿舍免费使用 假定每间单位宿舍 每月计提折救是1000 那你提的折救数 60人要乘以1000 6万 丁公司 共有副总裁以上高级管理人员10名 那该公司为其每人租赁一套一年期的公寓 短期租赁 每套公寓的月租金 那是1万 那我们看看每月 那对于呢 这一部分 10名乘以1万就10万了 但是说提供那个单位宿舍那部分 每个月呢就应该6万 所以借记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单位自己的这个房子 给那个部门经理用的 那6万 代应付职工薪酬6万 然后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累积者就6万 是那一部分 给这些高管 租的公寓 那这一部分呢 一个月是10万 所以借管理费用代应付职工薪酬 都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核算 然后在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其他应付款 租金没付的话 代其他应付款 第三 向职工提供企业支付了补贴的商品或服务 以住房为例 高价买低价卖给激励对象 就卖给职工 让职工提供服务 那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 高价买低价卖给职工 要签协议 提供服务多长时间 那就要把公司承担的这一部分 因为你高价买的 我们把它反映到长期贷贷费用里去 最后呢 在他提供服务期限里进行摊销 是这样来做 有规定期限 如果要求呢 你要是走的话 提前走了 让你工作五年 现在四年走了 差点给我退回 所以把这一部分作为长期贷贷费用 约令的期限摊销 那根据受益对象 计入有关成本 或者当期损益 做法呢 购入时 借固定资产 代银行存款 这是你自己付出的钱 要卖给职工 付出全部的款项 都在这里面反映就行了 因为将来是 卖给职工的 那出售住房时 买完之后给职工了 这到实际上来讲 最后整个房子的产权 都给职工 那你出售的时候 收到的钱少 借银行存款 贷固定资产 差额反映到长期贷贷费用 那我们要进行贪销 贪销的时候 借记管理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同样是要通过 应付职工薪酬 科目核算的 然后再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房长期贷贷费用 这样来做 那第二个 如果出售住房的合同或协议中 未规定职工在购得住房后 必须服务的年限 企业应当将该项差额 直接进入出售住房当期 相关资产成本 或当期损益 比如说买房子了 买完以低价就给他 他可以不再提供服务 说这个人呢 为我们的单位 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可能都送他一套房子 那也可能说 让他花很低的钱去买 对他后面没有要求 那就直接把他寄当期 比如管理人员 他寄管理费 是这样的情形 那就寄当期了 没有要求提供服务年限 那有年限的 在年限里平平摊取 那看一下教材的 历令 15年5月 甲公司购买了 100套全新的公寓 你以优惠价格向职工出售 该公司共有100名职工 其中80名为直接生产人员 20名为总部管理人员 那甲公司你向直接生产人员 出售的住房每套 购买价格平均是100万 平均的购买价格100万 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每套是80万 这有一个差价20万 然后说你向管理人员出售的 住房平均每套购买价格180 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每套150 所以这一部分的差价会有30万 假定该100名职工均在15年度中 陆续购买了公司出售的住房 住房的协议约定 职工在取得住房后 必须在公司服务15年 所以这个差价部分 按照15年去进行谈销取 不考虑相关税费 那假公司出售住房 应做的账目处理 我们实际得到的款项呢 是9400万 因为你卖了 我们看20名 有80名生产工人 那这80名生产工人的房子 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是80万 是这个数 然后呢 还有20名公司管理人员 那这一部分的房子 向职工出售的 是150 这是说从职工那边能得到的一些钱 有出售 那之后我们再看 固定资产 你当时购入的价 购入价寄到固定资产里面 那80当时的购入价100 这个呢 20当时的购入价180 那我们会寄到固定资产 这个是银行存款出售的时候 那这个呢 就属于固定资产 那差额呢 就是反映到长期贷贷费用去 说出售住房后的每年 假公司应当按照直线法在15年内来贪销长期贷贷费费用 那你生产成本里面有了 生产工人的这一块 要进行贪销 那我们看 进入长期贷贷费用的数字 与生产工人有关的是哪个数呢 是 80名生产工人 每套的差价是 你看 外边买的是100万 卖的是80万 那每套是20万 这就80那乘以20万 然后马上15年来谈 差价呗 1066667 那管理人员是20名 每套差价是30万 除以15 那这个数 等于40万 代方代应付职工薪酬 两者的合计 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 然后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民福利 代长期代单费用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那我们看21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是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上述职工薪酬会计处理表述中 正确的是 20年甲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一 甲公司以其生产的产品作为奖品 奖励给20名当年度并评为优秀的生产工人 那上述产品的销售价格是500万元 销售成本420万 但是我们这题呢 是不考虑相关税费其他因素的 相关税费不管 那就说 我们看这一部分 选项B将自产的产品作为奖品发放 应按420万元确认应付质工薪酬 那行吗 那不行 我们应该是按照售价500万进行确认 按供应价值计量 再看第二个 根据甲公司确定的利润分享计划 以当年度实践的利润总额为基础 计算的应支付给管理人员利润分享金额280万 这是第二个 利润分享 看选项C 根据利润分享计划计算的20年度 应支付给管理人员的280万元款项 应作为利润分配处理 这个不是 利润分享计划 我们把它管理人员的计 管理费 不是利润分配的事情 那再看下面第三个事项 甲公司于当年起 对150名管理人员 实施累积代薪休假制度 代薪年休假制度 每名管理人员 每年可享受7个工作日的代薪年休假 未使用的年休假 只能向后截转一个日理年度 超过一年未使用的权利作废 也不能得到任何现金补偿 20年 有10名管理人员 每人未使用的代薪年休假两天 预计21年 该10名管理人员 将每人休假9天 甲公司平均 每名管理人员 每个工作日的工资 是300块钱 那我们看A 20年 应从工资费用中扣除 以享受代薪年休假权利的 140名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 29.4万元 然后D呢 是说 20年应确认10名管理人员 未使用代薪年休假费用 0.6万元 并计入管理费用 那我们看这一部分 那也就是说 如果有权利 预期不会支付 那这一部分在当年 你不能对他进行计量的 你看题目里面谈到 150人 有140人 这一部分 那就说 预期不会涉及到支付的问题 他就没有确认计量的事情 那就是 但是有10名 那这一部分预期要进行支付 那对他进行切证计量 比如说10名 那现在呢 是 9减7 那现在这样子 没人需要9天 那你当年的这一部分要扣了 因为每名呢 有享受七天工作日 那相当于呢 我在本年 预期 下一年会有两天要支付 日的工资呢 是属于300 我们换算成万元0.6 那这个事 那这个事 没问题 所以这是选项地势正确 这是预期要进行支付的 累积 累积带新缺勤 我们要付的就是 有这种权利 然后预期要进行支付 然后预期要进行支付的 才对他进行处理 我们接下来看 13年的综合体的其中一部分 稍微做一个改编 那改编呢 主要说当时是考试时 房子买卖还没有增值费的问题 那现在有同学提出 还有增值费的事 怎么没考虑 当时没有 我们现在这题 假定不考虑 假如这么个东西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内审部门在审核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某二年度财务报表时 对以下交易 或事项会计处理提出质疑 其中第三个事项 某一年12月20日 假公司与十名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分别签订商品房购销 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 假公司将自行开发的 十道房屋 以每套六百万元的价格 销售给十名高级管理人员 六百万要卖了 高级管理人员 自取得房屋所有权后 必须在假公司工作五年 如果在工作未晚五年的情况下离职 需根据服务期限补交款项 那么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假公司收到十名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款项率一千万 那么二年六月三十号 假公司与十名高级管理人员办理完毕上述房屋 产权过户手续 上述房屋成本每套是四百二十万 市场价格每套是八百万 那如果是对外卖的话能卖八百 但是呢 卖给职工只卖了六百 那看假公司的会计处理 就是我们这题呢 假定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的影响 它是怎么做的 借房银行存款六千 贷主营业务收入六千 然后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贷开发产品四千二 这开发产品是房地产开发业 那开发商品房的时候用开发产品 我们一般制造业呢是用库存商品 所以这是一个四千二 四千二没有问题 因为房屋每套是四百二十 那是实名管理人员十套四千二百万 如果正常的做法 不考虑相关税费 借银行存款六千 长期贷贷费用 因为要求职工提供服务期限两千 贷主营业务收入应该市场价八千才对 所以这个不合适 要求判断甲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并说明理由 如果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编制更正甲公司毛二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分录 说可以使用报表项目 当年这样说的 那我们看说资料三 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你提供补贴住房 要求职工提供服务期限 所以应该按照市场价格确认收入 市场价跟出售给职工房子的售价的差 应该反映到长期贷贷费用里去 然后提供服务的期限平均摊销 这样才对 所以我们更证实借长期贷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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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是有一个半年的时间 所以是200 那我们借方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200 再做借记应付职工薪酬 代长期代单费用200 这是他的处理 而这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短期薪酬的内容 短期薪酬按照 受益对象来进行 分配的最必须清除 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非货品福利 还有累计代薪缺勤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